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您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更新的节目内容 好的 我们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 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 诸事更加的不顺 而中共现任人大委员长赵乐际最近传出遇上麻烦了 有消息人士透露 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外界不易发现的 就是赵乐际当年主政陕西时坏了秦岭龙脉的风水 而且无法补救 习近平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根据海外资深评论人士岳山分析 习近平三年的动态清零 闹得经济民生受到重创 即便是解封 中国经济仍然是停滞不前 外资撤离 工厂倒闭 失业潮涌现 对外 习近平鼓动的战狼外交频频的闯祸 在科技领域遭到西方的围堵 对内 官场腐败无解 自己提拔的火箭军高层 外长秦刚 防长李尚服 一个接一个的出事 党内对习近平的不满 阳奉阴违已经是见怪不怪 现在习近平显然在内部寻找解决的办法 而维基解密2011年8月份曾公布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2009年11月16日发往美国华府的机密电报 材料提供的教授是习近平昔日的密友 习近平在厦门任职时曾和这位教授有过会面 这位教授介绍 习近平很相信佛家的超自然力量 当然也包括对他的命运 仕途等的预判 但是 越山指出 习近平同时受了无神论洗脑 可能使得这种对超自然力量的相信有些变异 从而无法真正帮他解决问题 明显的例子是他对坐落在陕西的龙脉 秦岭 不同寻常的保护 视为其家族崛起 他能登上大位的根基 2020年4月份 习近平专程考察 秦岭牛背粮保护区的月亮压 大谈秦岭是中国的中央水塔 中华祖脉 也暗示这是习式政权的龙脉等等 但是 秦岭过去十多年出现了大量的违建别墅 户主不是高官 就是富豪 这和习近平保龙脉相抵触 结果引发了一场官场的大清洗 除了已公开的落马官员 还有200人 包括哪些官员 至今仍然是个谜 2021年的11月份 陕西当局宣布 秦岭区域整治了438个小水电 秦岭核心和重点保护区169个矿野拳全部推出 一直到最近 相关的清洗仍然在持续 但是在秦岭维建别墅案中 有一个人仍然没有被动过 就是曾任陕西省委书记的上届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赵乐际当年升副省级 省级的关键仕途 均有江派曾庆红的扶持 因而被纳入了江派 他能在20大留任常委 应该就是因为习近平为保连任和江派达成了妥协的结果 香港《明报》曾援引知情人士表示 在习近平批示拆维建别墅之后 陕西官员十分为难 因为他们知道大部分别墅是在赵乐际2007年到2012年执掌陕西期间修建的 他们家在习近平和赵乐际两人中间 只能选择不作为 直到习近平先后六次批示之后 陕西方面才开始拆除秦岭别墅 早在2019年就有消息说 赵乐际因为陕西秦岭违建别墅案 曾受到习近平的警告和敲打 尽管习近平力保龙脉 但是今年8月11日 西安秦岭分水岭201国道附近突发山洪泥石流 造成两人死亡 16人失联 有客称 洪水以瀑布的形式从山上冲下 道路瞬间被淹 从环保角度来说 毁灵活动是造成泥石流引发洪灾的噪音 以深度受到保护的秦岭爆发山洪和泥石流是较为罕见的 从风水的角度 这和秦岭龙脉受损和败落有关 种种整治手段也挽回不了 另外 有专家指出 真正破坏秦岭龙脉的不是别墅 而是中共推的引汉继位工程 就是从秦岭以南的汉江饮水 通过穿秦岭隧道掉水到秦岭以北的渭河到西安市 在秦岭中挖开近100公里长 断面直径7.16米到8.03米的输水隧道 对秦岭的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对这条龙脉的负面影响 远远超过那些在地表建造的别墅 在赵乐际要被整的消息传出之后 他近日仍然是频繁的露面 在越山看来 露面不等于日后没有事 如果习近平已经意识到 赵乐际是毁坏龙脉风水的祸首 因为政权危机迫近 随时会把赵乐际抛出 但是 越山说 习近平诸事不顺 运情走衰 赵乐际毁龙脉或是原因之一 但是 中共灭亡只待十日 习近平没有呼应民意解体中共 这以逆历史潮流的选择 是更深层的原因 在《金融时报》日前透露 原凤凰卫视主持人傅小田 与前不久刚刚被免职的中共外长秦刚 有一段婚外情 并且通过代孕方式生下了孩子 上海法院9月26日突然披露 大陆演员郑爽的一桩旧案 因代孕气氧风波 即在2021年初被封杀的郑爽 突然重新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大陆网友纷纷质疑官方意图 陆媒澎湃新闻报道 9月26日下午 中共上海松江区法院发布一份白皮书 及十个典型案例 其中包括判决的海宁地影视投资有限公司 与郑爽服务合约纠纷案 这一案件在2021年12月16日做出判决 郑爽返还该公司服务费3050万元 并且赔偿经济损失6000万元 判决之后 郑爽提起上诉 而上海第一中级法院 也在今年7月18日做出判决 维持原判 上海法院突然翻旧案消息传出之后 郑爽仍有千万欠款未履行 郑爽上诉被驳回 等多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 网民们纷纷质疑 之前限韩令不能播的剧 为何让他赔 他同样起诉了很多人 为何一个都不立案 没有背景 就逮捕一个人往死里薅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一有社会事情 就赶紧拉出来他挡枪 7月18日做出判决了 那么现在时隔两个月之后 怎么突然间上热搜了 给谁挡枪呢 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政府仍在审查 傅小田和秦刚的关系 还不清楚这对于秦刚 在6月份突然失踪 和一个月后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 有多大的影响 秦刚被免职的时候 中国方面没有解释具体的原因 但是有分析指出 秦刚还没有被取消国务委员的职务 有可能重返中国政坛 第78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 26日落下帷幕 辩论期间众多国家为台湾发声和争取 呼吁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 重量级法学专家孔杰荣告诉美国之音 联大2758日决议并没有决定台湾属于中共国 台湾应被以主权政府接纳加入联合国 台湾的11个邦交国在联大发言提出了四方面的主要诉求 一是呼吁联合国修正对2758日决议的解释 二是解决台湾人民及媒体参与联合国活动的权利 三呼吁联合国积极维护台海和平 四并接纳台湾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活动 马绍尔群岛总统科布亚批评联合国机构的官僚作风 说联合国必须有勇气认清现实 把在联合国由中共来代表中国这种过时的教条 送入历史的坟墓 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三世说 在此关键时刻 如果我们要成功落实2030年永续发展议程 接纳台湾是至关重要的下一步 瓜地马拉总统贾麦戴指出 新多边主义必须凸显联合国包容性、普遍性 而台湾在科学、高科技、医疗、发展等许多方面贡献良多 联合国却不让台湾人民有代表在这个国际组织中发声 脑鲁总统昆洛斯敦促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 并承认台湾参与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这一国际论坛与所有人互动的权利 他特别强调一个国家都不能落下 驻台湾记者霍顿在聚焦中国的网络媒体上写道 尽管被困在外交困境当中 台湾护照却是世界上最被广泛接受的护照之一 允许台湾公民在145个国家免签证入境或落地签证 使中国护照的71个国家的两倍还要多 而台湾正努力地加入的另一个重要国际项目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台湾更得到了众多的国家的支持 过去负责TPP谈判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史瓦布 26号表示力挺台湾加入 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日前举办活动上 美国前贸易代表史瓦布表示 若台湾能加入CPTPP会是非常好的事情 对于中共方也力图加入 他提醒成员国 不要天真的认为 常年为遵守WTO规定的中共 加入CPTPP会有所不同 并且严重质疑中共背后的动机 在纽约26号举行的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 出现了韩国和朝鲜之间的针锋相对 双方围绕朝鲜半岛局势激烈交锋 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绷 据韩联社报道 朝鲜驻联合国大使金星 在联大发言时一再渲染 说朝鲜半岛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局势 爆发核战的危险迫在眉睫 朝鲜方面把朝鲜半岛危机的责任 推给了韩国和美国 并借机表示 朝鲜迫切需要进一步的加快建设自卫能力 以达到坚不可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马上发出谴责 指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将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威胁 过去18个月 朝鲜试射了数十枚弹道飞弹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警告 平壤准备进行第七次核子实验 对于朝鲜方面的言论 韩国驻联合国副大使金向正严厉反驳 认为其说法纯属不合逻辑的无稽之谈 他表示 朝鲜不应发表荒诞无稽的主张 并强调没人会相信朝鲜当局关于韩国与美国共谋 发动核战争的诡辩 金向正还就朝鲜将韩美联合军演 定性为对北韩侵略演习的说法 博斥称 韩美联合军演是两国由来已久的防御性演习 朝鲜则是唯一在21世纪强行实施核武世报的国家 今年更发动洲际弹道飞弹挑衅 加速紧张局势 这是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后 在国际场合的公开表态 外界相信朝鲜当局的表现和俄罗斯的背后支持不无关系 而另外一方面 朝鲜作为中共的小兄弟 金正恩目前和习近平的关系也比较微妙 习近平近日主动提出出访韩国 并同意今年内举行与日韩的三国首脑会议 被认为是以此牵制朝鲜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希望之声会员网已经开通 每个月只需要一美元 诚挚的邀请您前来支持我们 和我们一起守护言论自由的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